各位好,现在我要介绍的是三拍子的右手弹奏方式 今天这个方式适用于电其他的演奏者 也适用于木其他的演奏者 所以两种乐器的弹奏者你都可以参考一下今天的这个介绍 这边所谓的三拍子,更精准的说应该是三四拍 因为有的时候十二八拍,六八拍,或者是shuffle,甚至swing 我们都会说成它有三拍子的感觉 但是今天讲的是三四拍 也就是每个小节有三个四分音符的时间量 那算拍子的时候会是一二三这样循环一次 就不是以前的常见的一二三四 所以是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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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这样子的算拍方式 所以这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你要习惯今天的弹奏都是以三拍为循环 然后呢,在传统的说法 但是如果你只注意到我的动作的话 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 因为你可能会把这个动作跟着练练的很不错 但是重点应该是在于时间 你要去观察时间,而不是只有模仿动作 如果你动作是对的 可是声音发出声音的这个时间点 串联起来是不正确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一切的基础都在于算拍子 所以我们要从算拍子开始 这个一二三,一二三,算拍子的时候呢 请注意这个拍子是要连贯的 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我在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拍子并没有中断 不会有哪个拍子突然变得比较长 或者是比较短 我示范一次错误的给各位听听看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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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 每次的三结束之后再回到一 我间隔了比较长的时间 有点一二三等一下 再一二三等一下 这是比较不理想的算拍方式 因为这个实质上 拍子速度进行并不是均等的 你会觉得第三拍的时间怎么变得比较长呢 所以这个是不理想的 当然也有可能变成这样 我再念另外一个错误的版本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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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怪怪的 因为三的时间好短 就直接又进到下一个一了 所以这都不理想 有的人可能会问说 那我要不要搭配节拍器来练习 其实在这个阶段 我不建议搭配节拍器练习 因为你还要去注意你的演奏动作 然后有很多的事情你要去 因为是新的技巧 新的东西要接触 所以如果节拍器你下的速度 不是非常的理想的时候 你可能会为了要迁就节拍器的 这个偏快或偏慢的速度 你会更容易分心 更不容易专注在你要弹奏的内容上面 所以速度上面尽可能的 以你能够察觉到的 的范围之内尽量稳定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先来示范 不用Pick 然后直接用手指来拨弦 在这个拨弦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右手分成低音的声部 就是用拇指来控制 然后高音的声部 就是由食指中指无名指 这三只手指头来控制 那这高音跟低音的声部 一共拨四根弦 有的时候会拨两根弦 有的时候是三根弦 有的时候就不一定 看情况 看情况而定 就看你的弹奏的和弦 比方说 如果你弹奏的和弦只有四根弦 比方说是其他的第二弦到第五弦 也就是中央的这四根弦 这时候我的拇指就弹第五弦 然后食指中指无名指 分别负责第四弦到第二弦 分别是这样子 看情况而定 所以上今天这堂课的时候 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知不知道 你要即将要弹的这个和弦 有哪些弦是可以被弹的 有些弦是不应该发出声音的 你可能会弹出和弦以外的声音 那你应该避免掉那根弦 所以和弦方面的知识 你应该要具备一个 基本的程度 好 那我开始了 我现在先不管左手弹怎么和弦 所以我会把弦闷掉 专注在这边 所以目前我的右手 拇指就是控制在第五弦这边 作为低音的声部 然后高音的声部就是 食指中指无名指 弹在第四弦到第二弦 第一拍的时候 我会习惯弹低音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请注意 拇指在弹奏的时候 我比较建议稍微往外延伸 所谓的往外是现在这个动作 相反的不建议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因为这个动作在弹奏的时候 拇指拨完琴弦 容易跟 食指中指无名指 其他的手指头 有一点挡到他的移动位置 所以我会建议这个姿势 比这个姿势来得好一点 再一次哦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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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所弹奏的和弦 只有三跟弦的话 那我可能用拇指 食指跟中指 当然你想用拇指 中指无名指也可以 这个没有强制规定的 试试看 如果我现在要拨的弦是 第五弦 第四弦跟第三弦 我会是这样弹的 来咯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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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简单的哦 这个是 对应大部分的 三四拍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的弹法 当然两根弦也是一样的事情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所以就看你要弹奏的是什么和弦 现在我要弹奏最简单 最常用的开放的C和弦 所以画面上 左手的部分我就 不 不秀给大家看了 那 你可以看一下我用这个弹法 现在我是 底下中指无名指 食指都有拨弦 但我如果只拨两根弦的话 可以是 请注意我现在拨的这三根弦 是第五弦到第三弦 如果我拨的是第五弦 以及 二三弦 所以这些弹法都是可以的 有的人可能会问说 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用什么弹法呢 事实上是只要你的和弦是正确的 只要你弹奏的音是正确的 这时候你的右手节奏是正确的 拍子是正确的 你想要弹几根弦都可以 你可以去根据你的感受 去听听看你播出来的这些琴弦 多或者是少 对应音乐里面你想要的感觉 怎么样的感觉是你比较喜欢的 去选择你 喜欢的弹法 这样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做法 好 那我再试一个比方说 一和弦 一和弦的话 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开放的一和弦 就是中指按在第五弦的第二格 无名指按在第四弦的第二格 十指按在第三弦的第一格的这种按法 这个和弦的根音是在第六弦的开放弦 其他的弦是第一弦到第五弦 全部都可以播 所以非常的自由 你可以第一弦到第五弦之间的 任选三条弦 或者是两条弦 一条弦都可以 好 我们来试试看 弹这个一和弦 一 二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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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当然就看你根音在哪里去 找出对应的弹法 我们再来试一个开放的D和弦 好 来咯 这时候它的根音是在第四弦的开放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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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要去示范 我要来示范的是用Pick来弹奏 这弹奏的时候我会建议拇指跟食指拿着Pick 中指跟无名指用来拨琴弦 这是我建议的弹法 即使是使用电吉他的吉他手我也蛮推荐这样子的弹法 我們來彈看看剛剛的開放C和弦 當然因為小指很短 如果你能夠用小指去播我也不反對 像我是不習慣用小指播 而且我小指蠻短的 所以這時候我常常是用拇指 不是拇指是pick 然後搭配我的中指跟五名指 所以C和弦我可能會彈成這樣子 當然也可以把高音的聲部換其他的弦 或者是 那就看其他的和弦你可以做相對硬的練習 這些是用拨弦的方式 再來還有一個方式就是刷弦的方式 用pick或用手指來刷弦都可以 這時候我們的彈法就會彈個比較大概 但是為了是比較大的音量 所以說但是在拨弦的時候 不需要去抓得非常精準 就是我一定要敲到特定的哪幾根弦 要避免到其他的弦 不需要 只要大概的分出低音跟高音的聲部就可以了 所以以C和弦為例 刷弦我一開始用全部都往下刷就可以了 先刷一個低音的聲部 相對於這個音 我刷一個比較高的音 就這樣去組織 往下刷的時候我是用食指的指甲 那如果拿著pick來剝弦的話 今天介紹的這個是三四拍 有人說是華爾茲 這樣子的節奏的形態的歌曲 你可以用今天這種彈奏的方式去對應 希望你可以彈得愉快 今天先講到這邊 我們可以讓你先看 對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